很低 但是用中國的阿斯蟹的方法去做 成功率多少 99到100% 會怕死人 所以 什麼叫阿斯蟹 反正哪裡捏下去會痠會痛 阿那個地方阿 是就是那個地方 只要把那個痛的地方 戳戳揉揉 要戳戳揉再喝水 這種方法 竟然效果是怎樣 最好 所以 鄭小平本來就說 頭上有空前面兩下 後來改用阿斯蟹 還是我中國最古老的 方法是最好 其實 南美洲 螞蟻亞就是用這種方法 很多的方法 搓陰布 頓屁股 這些都是南美洲 戳乳王都是南美洲的 瑪雅的 動作 它的功華 其實它是最原始 最有效的 對 對 很好 好 我們現在 往後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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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用力 好 手手勒 耳朵 用力 冷冷的這樣搓 一定要把耳朵搓到怎樣 什麼暖 什麼你 都不會痛 你幫我錄好不好 你參加過很多次了 我第一次參加 聽到好的 又想說錄又想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我都沒錄到 想想又這麼好 你就在這錄啊 趙子老師拿著我的 拿著我的 我回家才有東西啊 除非我的記憶卡沒有了 我幫你拿 換的話我都沒有做到 剛剛說德國那個我也沒做 因為耳朵這邊 是冷鐵反射區 你捏起來耳朵越硬 代表你的內臟怎樣 已經受阻礙了 再僵硬了 再僵化了 所以耳朵 用力搓 用力轉 然後是你五臟六五的反射區 好接著 拇指握起來 用拇指會 會設這裡 嘴巴打開 這邊 耳門聽位聽功 用力壓下去 嘴巴打開 兩邊齁一樣 耳朵後面一封瀉 當你感冒的時候 腸這樣搓 你的扁揚線 都不會發炎 因為很多人每次感冒 扁揚線有沒有發炎 有 啊腳趾你知道現在感冒了 趕快這個動作都做 啊扁揚線都不會發炎 有好用嗎 有 要不要發錢 不用不用 這隻手很好用 但是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堵不住了 壓下去 你看 很痛 怎麼會打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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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因為怕不夠 沒有 是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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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